漫漫沒想到李亞鵬再次登上熱手竟然是因為哭窮 起因是他在直播中聊到收入話題不禁一簾手運 說自己還了十多年的債已經連續吃了一週的外賣 不過對於李亞鵬的哭窮 網友並不買賬 畢竟大家都知道點外賣給自己造販還貴 明星的消費跟普通人可不能一概而論 而且據網友說 當時李商前夫李厚林也在觀看 當場就給李亞鵬七了個大火箭當禮物 所有禮物加起來也有上千塊了 果然有錢人就是任性 不過回過頭來看 該說不說 和王妃離婚後的李亞鵬 確實越過越差了 這都歸功於他的人蔡隱大 不斷投資 不斷失敗 細爬起來 李亞鵬的虧錢事件從20年前就開始了 2000年 李亞鵬成立了春天傳媒 拉來一眾明星演戲 然而出品的劇無一例外全部破街 電視劇不行就轉線去了畫劇 直接虧掉15萬 李亞鵬不復書 又雜前2,800萬搞歌舞劇 並且信心十足覺得一定能帶贊達贊 但最後落得票都賣不出去 李亞鵬也視頭降雷 堅信失敗乃成功之母 文如行業搞不下去 那就換賽道 於是再次花快8,000雅 再上海開了酒吧 但因為沒空管理 最終熱業 那會兒地產行業正炒得火熱 李亞鵬也想當站在風口的豬 然而這隻豬沒能飛起來 即便獲得圈內好有真金白銀的支持 投資35億元的藝術小鎮卻最終慘淡收場 在雪山小鎮上 栽料大根頭的李亞鵬 仍然沒有學會什麼叫及時止選 反而繼續在地產行業中爭拆 結果都不盡人意 李亞鵬的商業版圖跨界地產 科技 傳媒 影視等多個領域 然而最後明示有料 歷史一點沒撈著 債欠下了不少 被判賠償4000萬元欠款 擔任股東的北京起立科技有限公司 也被列為失信被緝行人 生意造成李亞鵬這樣 也事沒誰了 不過 儘管李亞鵬不是個成功的商人 女人緣這一塊兒 卻事沒得說 交往的每一任 都是數一數二的大美女 初戀女友劉岩 長得明媚大戲 據說李亞鵬能進演藝圈 還是因為初戀的緣故 那會兒李亞鵬一直從烏魯木齊追到北京 甚至還改了自己的高考自願 不過 有情人悶能走下來 兩個人對未來的規劃不同也就分手了 李亞鵬出道後 在拍戲過程中和巨永漢對了眼 兩人相亂 可後來 李亞鵬和周迅再合作射雕英雄傳時 周迅去探班 無意間發現兩人關係異常親密 或許是因棄生情 李亞鵬沒多久就和周迅分手 轉頭和周迅走到了一起 但這對由於對婚姻和事業的決策不同也沒能走太遠 分手一年後 李亞鵬再一次聚會上 經過那應的介紹 對王妃一見鍾情 彼時王妃正經歷了一段失敗的婚姻 又與謝霆鵬紛紛合合 李亞鵬趁機虛寒問戀 呼獲了美人生 2005年 兩人結婚 第二年 王妃懷孕生下女兒李嫣 李嫣出生變幻有先天順烈 夫妻倆一邊吸女兒治病 一邊以女兒的名字成立了燕然天使基金會 幫助那些和他一樣生病的孩子 這段婚姻熬過了七年之養 卻斷在了第八年 兩人和平離婚 王妃和謝霆鵬兜兜轉轉又走了一起 李亞鵬也和小21歲女有海蝦金器官宣了結婚生子 李亞鵬對小妻子看得出盲用心的 陪著去醫院產檢 帕婚紗照時 李亞鵬還有意無意向人展示無名指上的戒指 兩人似乎是先上車後補票 帕婚紗照時海蝦金起肚子就萬明顯的了 51歲的高齡載到當霸 還事萬厲害的 成長得意的同時 李亞鵬也走上了直播常債的道路 回應得到事萬大方 說要為自己的創意埋單 可謝幾千萬 硬是拖了六七年橫目橫上 早知今日 何必當初呢? 但就是論事 他在直播中提過年吃外賣純粟話 尿到哪兒?然後信著話頭 隨便分享生活中的事宜 如果不信 大家可以手手看 結合當時情景 氛圍能明顯看出 並非某些帳號發的那般賣慘 後來 他也發視頻表明無賣慘之意 如果誰能找到十秒賣慘視頻 從上五斤春茶 其實從網友對李亞鵬這件事的反應可以看出 大家現在是真凡明星賣慘 一點兒都不想聽 甚至寧願一直誤會也不想聽解釋 可謝能怨誰哩 只能怨那些哭窮 賣慘博同情的明星敗 這魔說可能一些人依然無法理解大家為啥這魔煩 沒關係 給你們舉幾個例子就明白了 先講個近期的大陸的洋子之前接受某採訪 說自己曾為了一個角色付出時間付出精力早早做足準備 結果臨了卻被告知演另一個角色 還被導演暗風不知好帶 然後沒多久 洋子召喚過反被說不知好帶上了熱手 說真的 下了功夫卻付出東流這種事 確實挺讓人心痛 但是 大家再怎麽同情也觸不住一個人三天兩頭看啊 明明小洋能算路人緣 觀眾緣都算挺好的那波 但為撒哪怕是他說這種話 觀眾依舊不太買賬 無非是 網友們對這些頻繁的提及已經快脫滿了 是因為小猴子挺小的時候 他就在採訪中說自己臨近開機被換過 漸漸紅了以後也說過好幾次 起初 眾人打心眼淚同情這個姑娘 但隨著次數多了 大家就也有些亦反了 畢竟娛樂圈被換過的演員可了去了 大家也清楚你的委屈 可話說回來 一次兩次三次都再說 未到還是有些不一樣的 更何況大家作為普通人其實類似的事情遭遇得更多 明星在鏡頭前訴苦 還有粉絲安慰 可普通人只能打落牙齒 枉吐旅言 喊人片籌高 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更被無數圈內人證實過 包括成龍大哥 那麼從中不難猜出 相較其他工種 明星這份職業最起碼三四十年 一直都是很容易賺錢的工作 當然 很多年前的演員也好 歌手也罷都十份敬業 能吃虎業務能力更沒得挑 像劉德華 不僅演戲唱歌 還在舞台上表演過空口碎大蛇 黎明撥指錢鋼筋 臉別得通紅 千斤報喜 梁朝偉牙齒拉車 車上座著很多人 西遊記劇組很窮 一根細細的威牙吊片所有演員 很多時候 他們幾乎是拿命取悅觀眾 而作為觀眾 看得精彩的影視 聽到豪聽的歌曲 時不時還能看見偶像玩點其他 總的來說 無論視覺還是聽覺都得到很大的滿足 就算花錢也花的心甘情願 反觀現在 上舞台敢全開幕的有幾個 演戲經得戲推敲的又有幾個 唱歌電音 動途演技被粉絲吹得天花亂聚 平時有助理 經紀人控著 網上有粉絲攻著 久而久之 萬多人得失的囚不著不 如果因為灑火了更不得了 立馬把片酬抬老高 打心眼淚覺得自己值那麼多錢 用圈內人的畫視 昨天三百萬 今天突然九千萬 說實話 以前覺得益是遙不可及的單位 進入流量時代後 這些明星硬生生讓毛肚是瓜群眾覺得 原來益 也可以稀從平常 有的被罰九億 有的被罰三億 有的更牛逼 甚至十三億 關鍵我 前居處罰出來 他們後腳就幻想了 驚不驚喜意 不意外視不刺激 幻想了爺 對於明星們的高片酬 很多人都明裡暗裡dis過 無奈過 失望過 形中現也說有一次到內地活動 偶然吃了一串味道不錯的羊肉串 隨口說了句好戲 第二天 主辦方直接包攤醒客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 他們撩起來大惠驚訝 可實際上 只是內地藝人的日常罷了 專屬化妝師 專屬休息室 女主有一百多套孩子和衣服可以視穿 不知是不是因為圈內圈外人太慣著 越來越多明星開始不知好歹 但凡有人覺得那類不好 或者提點什麼要求 他們就覺得大家太苛刻 業務能力難度不是明星的本質嗎? 前面提到的幾位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爭議在身上 但有一點必須肯定 大多數都是從小人物一步一步 走到現在要人氣有人氣 要資源有資源的位置 上星途中 肯定見過不少妖魔鬼怪 也肯定吃過些虎頭 一路摸爬滾打發展至今 面對鏡頭仍心甘成願承認藝人這份工作不辛苦 那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是不是再次肯有力地證明藝人 確實比其他職業輕鬆者讚得多? 所以你們懂得再矯情的話就不多說了 最後吸一些容易上頭腦熱的人簡單提個醒 只管不了明星高片酬的事情 但只管管好自己 心目必要粗心那些日生兩百零八萬的人 因為明星認為的窮和我們認為的窮 根本不是一個概念 人家再窮 卡裡都有百來萬生活五六萬零花 與其心痛那波明星 倒不如把時間 精力 金錢投資到自己身上 讓自己變優秀後再操其他閒心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